那魏秀太可怜了 你知道吗 我们在从等羊肉串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讨论了 这个烟熏的温度 到底是多少 能不能杀死羊肉里的 寄生虫 虫卵 致病晕等 我还给他详细地举了 羊肉串中 可能存在的寄生虫 以及症状 可怜的魏秀 现在看来 他虽然坚强地 把这个羊肉串 咽了下去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其实 还是挺个异的 所以我再一次激他 他就吐了 对啊 这个胃酸 他返流到这个食道 和淹河当中是很难受的 不过卫生很聪明 他现在正用水 在吸食他食道里的胃酸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不过跟医生吃饭 真的需要点勇气 尤其是眼前这个医生 你知道吗 他一边说掏虫 一边咬开羊肉 然后还只给我看 里面那些白色颗粒物 可能是什么东西 然后还特别镇定地 把那些肉都吃下去 你试试 换谁谁都受不了 我是不是警察过 你不要轻易跟我 讨论这个问题 很危险 你不信啊